这次环珠格格之后 再度找了苏友鹏 赵薇 合作的新戏表妹吉祥 下周一就要上档了 在今天的试片会中 两位主角仍然还在大陆拍戏 所以改由戏中另外两位角色 分别是饰演苏友鹏未婚妻的 继情继美媒 以及饰演苏友鹏家中 精打细算管家的台志源 来亮相宣传 只是这部两年前拍的戏 继美媒看到当时肉肉的自己 还是有点受不了 我去大陆啊不知道为何 我只要一去大陆我就会变胖 很自然的人就会开始圆 然后刚刚大家已经都有看到 照片跟试片啊 然后就是会看起来肉肉的 至于苏友鹏第一次贴上胡子 演中年人的模样 竟然没至今回想起来 还是忍不住觉得好笑 我觉得蛮好笑的 不好意思咯友鹏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中年造型 照味扮起来蛮有味道 友鹏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小孩子 然后有的时候小时候啊 不是都喜欢故意装大人吗 就跟我那时候故意要装成熟的 到底是一样 因为其实当初我去演这部戏 真的是友情客串 然后呢 那正牌的男女主角 因为都在工作忙碌当中啊 所以我就只好跳出来做宣传 那其实这部戏当初在拍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开心 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嘛 然后跟友鹏跟赵薇也都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俩也都蛮好相处的 男女主角我们的这个赵薇 跟苏友鹏两位的表现呢 也是相当的可圈可点 当然还有我台资源要不要全城 全城参与在那个苏友鹏的旁边 有他就有我 我们俩可以说绑在一起演的 在小朋友心中最树配的荧幕情侣 赵薇和苏友鹏合作环珠哥哥之后 就常有绯闻 硬是把他们凑成一对 两人在配戏期间是否真的走得很近呢 苏友鹏跟赵薇有没有走得很近 告诉你们有 但是从我去了之后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没有去的时候 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年轻人在拍嘛 所以自然而然都话比较多啊 然后他们两个本来就很熟 那后来我加入的时候 我也蛮担心说 会不会我后来才去 然后就比较不能加入他们 但是并没有 而且他们两个都很照顾我 那因为我跟友鹏的戏比较常常在一起 因为我是演他的未婚妻嘛 那我去了之后 因为赵薇知道他未婚妻来了 所以他就刻意的跟他疏远 那赵薇跟友鹏疏远之后 就变成友鹏的戏都跟我在一起 所以后来友鹏确实跟我在一起混的时间比较多 那年前拍摄的表妹吉祥 早已在大陆以及香港各地播出 收视率相当的好 也让季美眉沾的光在海外建立起知名度